天啊就是要吃锅啊 若是偶尔想吃好一点 又不想钱包破大洞 朋友推荐我到市民大道 试试这间日式海鲜火锅 最便宜的单人套餐是450元起 债庭之下并不便宜 但比起吃粗饱的碎碎锅 除了基本的肉盘跟菜盘 这里的套餐还多了生鱼片 日式小菜跟海鲜拼盘 团结力量大 点双人套餐更划算 所以我跟朋友合点野生小龙虾双人套餐 可选双格式锅子分开煮 一人有一份日式小菜 是干贝醇海带丝跟水味棒 饮料除了无限取用的汽水机 另外提供不可食杯的柚子沙瓦开胃饮 酒味还蛮重的哦 吃火锅附生鱼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黄金肥鱼鲑鱼跟天使红虾 吃来都很鲜甜 菜盘的份量嗯并不多 双人套餐可选两份肉类 雪花牛不会很柴 梅花柱吃起来就普普通通咯 这是套餐礼服的两人份海鲜拼盘 嗯整盘吃下来没有不新鲜的 尤其金木鲁鱼吃起来 肉质非常细嫩 鲜美而且没有土味 再来把小龙虾整只丢进锅里煮 事先切开虾背的小龙虾 三两下就能轻松剥开 小龙虾肉嫩鲜美 平均一人花900元就能享受 煮菜盘还有明虾及海大虾 明虾的份量十足 海大虾的肉质吃起来则更Q10 最后还附上用湿木鱼鳞熬煮的 芒果口味鱼鳞果冻 如果你是海鲜控 那值得走一趟来吃吃看 但肉质不是这里的强项 相对之下就普普通通 动新闻台北报导